除了文青 漫畫迷也趕快看過來 在蔡富函設計師的設計下 這棟古典居宅中 出現了仿佛租書店才會有的漫畫牆 當你下班後感到心情煩悶 不妨在家中的這個書櫃前 挑選自己喜歡的漫畫 也不失為一個紓壓的好方法 書房其實蒐集了很多小朋友的漫畫 這個漫畫其實不是小朋友在看的 是屋主本身自己在看的 醫生看漫畫 因為醫生壓力太大了 是 它平常工作壓力大 所以說它其實回來 它藉由看漫畫收藏模型的過程 去達到一個減壓的動作 專心看漫畫跟做模型 就可以讓平常的工作壓力可以放鬆了 對 它因為藉由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它可以達到一個減壓的一個 放鬆的一個功能 那當時我們在設計這個櫃子 也是用一個漫畫櫃的一個概念 把一個漫畫屋的租屋的空間 把它放到這個空間來 你說把家裡當作漫畫的出租店就對了 它可不是一般漫畫店的那種櫃子體的做法 對 它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收編的一個方式 它還是有一點古典的元素 那我們用一些比較特殊的收編技巧 去做一些倒斜角 然後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一些 線板設計的一個概念 它其實比較不會說像傳統的那個 漫畫櫃看起來那麼單薄 是 對 它有一些倒斜 並且它比較厚實 並且我也發現這些顏色 你說原本只是一些原木的顏色 它的顏色來源都是來自於漫畫跟背景 對 它其實這個空間我們給它的一個底色 還是以大地色系為主 因為它的漫畫五顏六色 它的收藏它的模型五顏六色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空間 盡量把這樣子的一個大地色系 當它的背景 那襯托出它這樣子的一些收藏的一個重點 所以說其實這樣子反而不會去搶到它整個空間的一個主色 由於效果